這間就以淡泥進來 有個懸崩 這間漂亮很多 望海 直望海 很棒 聽一下窗 車聲可以嗎 感覺到室外音 封起來就沒有車聲 然後就有個廚房 廚房就是一致型的 基本上是小 但它用鹹回明火 下面就有些移植紋 還有一些收納 空間上可以的 然後這裏就有個雪櫃 還有蒸焗爐在上面 這裏就可以放鞋 鞋子就可以放到 這裏是燈 沒有鞋子櫃 鞋子櫃就要做出來 就是想辦法做 然後這個就是浴室 這個浴室就很好的洗手盆 坐廚房 有一個臨浴區 還有一些很大的櫃 空間很... 這個很不錯 然後就用一個托門 然後這裏就一間睡房 還有一個家人瓶 還有一個開景 這間整體感就不差了 這間就是M室 入門 有一點點關位 然後可以做一排入門櫃 即是沒有鞋櫃 然後就一字型的廚房 空間就略微小 但都OK的 然後這裏就是一個開放式 基本上入屋一眼看完 然後有一個露台 看出去就... 扭... 散 視野幾闊 這個設計就令我想起Henny Henny也是這個設計 他也是做了三分離的設計 兩個托門 用在上來的家 開放式 最主要都是利用高樓梯 在上面建一間角樓在這裏睡覺 下面做一個活動區 利奧坊1月 兩座大樓614伙 西九龍市區的上車盤 天市車價2萬到2萬4 你覺得值不值? 走到去奧運站大概是4分鐘 你覺得怎樣?